哈喽哈喽哈喽啊今天是2022年的2024年的2024年的二月啊二月几号那二月十六号今天礼拜五啊礼拜五 然后现在是下午的三点零三点零八分 现在温度呢五度五六度左右啊 这边的雪基本都化没了没有了还有一点点 然后我们今天呢本来昨天要过来拿一下我的东西 我的东西通知我过来拿昨天下午忘了一脚油门就往那个长刀赶了 今天我应该去做饭的 今天带个饭的明天休息明天休息休息不用带饭了 但是还是要吃点茶呀 今天应该回去做饭的 然后过来拿过来拿一下拿一下之后我待会儿开始回去做饭呢还是 还是那个怎么着 直接去长岛 水也喝了 回去一趟回去一趟折腾一下又得四五点能到了 昨天 哎呀昨天生意也不咋地 昨天生意也就多了几单 里面里面一跟里面三都是还还不错 里面二里面四里面五里面五还没过 里面二里面四烂的一匹 里面二是下雪 里面四也烂 然后那个什么 然后看一下今天来点什么回去呢 这边有不开心开了个华人超市吗 哎呀 听说就是开业的那天生意还行 其他都好像生意不太好 最近很多人都投资开开那种 比如说日本超市啊还是什么超市 比较货品跟别人不太一样的那种超市 啊据说这个也开了很多家连锁了 是什么特搜商城啊什么一百收什么什么 反正类似于这些的 好像我看到开了很多加盟了 加盟是这样的 加盟是 你 加盟其实我觉得 生意不好的时候我觉得不应该去加盟 因为你这个还没有算钱呢 你就把那个本去 你就把钱全花出去了 而且呢 你不像装修进货 妈的这种加盟吧 都是几十万块钱都给别人 哎 人家如果是转款跑路了吧 你也不知道 前面这个啊 前面这个超市啊 我指向之前呢 是那个Western Beef Western Beef开了以后呢 哎 好像去年吧 好像要开还是没开的时候 后来又关门了 关门了 然后就被这个 这个华人老板给排下来了 我上回路过我忘了 忘了我还没去也没看过 今天我待会我到里面看一下 看一下我就 嗯 看一下我就回去了 OK 那么咱们先到这吧 先到这吧 待会聊吧 就太阳了 OK 现在刚把这个交通单给拿到 拿到之后 然后我去超市逛一下 然后就这么回来 但是在回来的路上 碰到一个以前的工友 然后就聊了一会儿天 说问我在哪工作 现在 他现在在另外一家店里工作 哎呦吓我一跳 他说你要不要一起来工作 我说好吧 我说如果是能做趴碳的话 我就 我就一起过去 不能做趴碳的话就算了 然后 然后他说 哎呀他说可以 他说你过来试一试吧 哈哈哈 哎这样的话 是不是我意味着 我每到这个二月份 我就要转行了 哎呀 实在是这个送餐不给力啊 给给点力的话我也 我也OK的 是吧 没办法 送餐不给力 看下到时候咱们是怎么弄 你想看吧 我之前在这边干的时候 一天 做趴碳的话 八十 嗯 做一个星期也就是四五百块钱 是吧 他四五百块钱东西没有强啊 是不是啊 哎是往这走吧 别他堵出路了 先导航下去吧 对吧 多少也 哎呀 我也不知道 那样子现在这个行情到底怎么样 主要是太突然了 知道吧 突然 因为他去年跟我做了几个月的工友 然后就走了嘛 走了之后呢 我就 就再也没见了 今年哎 居然还把我认出来了 哎呀哎呀哎呀 把我认出来了 那就打个招呼吧 然后说了点话 哎呀这个那个的 这上都是一人在为何和他 这是为何你守候 哎 居然是往左边拐了他 然后就打 哎呀你想看 问题是现在我有时候 所以哎呀我现在也是很突然 我不知道我是要来做还是不要来做 但是我内心肯定是找一个稳定的工作 是更喜欢一点 是吧 找一个稳定的都更喜欢 总比送贪 他娘的有一顿梅顿的烦死了一天到 我像只鱼儿在你的河塘 这边停车干啥呀 应该可以往右拐吧 这不要告诉我不能往右拐了 OK 既然他们都等我的话 我就当人不让 当人不让 我就赶紧走了 不能当务大家时间了 所以说现在是什么情况 其实我之前干活的时候 就干到这个手啊 是有点受伤的 有点受伤的 哎呀我也不是什么好活 但是 行那我们今天先到这儿吧 我打个电话去 去跟别人聊聊 好吧 今天就先到这儿了 OK现在是下午的5点钟啊 5点钟 我们现在在幼年春派 前面这辆是红色的双电机特斯拉 哎呀电车 电车在这种下雪 启动的天气 到底是好使还是不好使 哎也不知道啊 未来的科技范围什么地步 嗯 当呢中途给几个朋友打电话了 打电话了 然后问了一下 这个行情和和和和这个东西 反正总是以来就说 这个活呢 像就是有两种观点 一个观点说 这这个活呢相对于 这个做卖呢 相对于比较稳定一点吧 是吧稳定一点 嗯然后 相较于那个叫什么那个 另外一个观点说 哎呀这个好像也不是特别稳定 他们都给给了一些 支持的 支持的观点 比如说 就是说 谁说美国就不需要关系 这这份工作都需要关系 是吧 就是说怎么说呢 就是说如果你认识里面的大佬 是吧 可能呢 就是说工作相对稳定一些 就是说如果你不认识里面大佬的话呢 就有可能水地把你给炒了 开了是吧 说炒你就炒你 说开就开你 哎 这个地方是有红灯啊 对 就是说 他是从这个关系这个角度来看的 就是哎 就是说哎 需要你 就是说需要你就是呃 如果是有一个问题的关系的话 是吧 就说白了通俗一点 你是谁是谁的人 是吧 就是别人一般都 不会动你 如果你是一个人的话 别人就哎 这个 留着也没用啊炒了吧 这是这是他的观点 另外一个就是说 另外就是说相对于我送餐这种的 就就比如说吧 就比如说我礼拜一礼拜二 是吧 就一晚上我能做一 一百多块钱 是不是啊 但是呢 我礼拜二礼拜四 就礼拜四晚上才做几十块钱 相应就是说 一平均的话呢 我可能一天的平均效益就是 九十一百是吧 也不这么多 那我想看我当时是什么原因 我想看我去年的时候是怎么 怎么做到七八百的 我想看 去年的话 一个礼拜扣完税啊 最后也就是四百多块钱 然后我呢 是怎么做另外四百多块钱呢 我想起来了 去年是因为我住在长岛 我下班之后呢 我随时可以干活 对吧 但今年不一样啊 今年呢 我是 我没有在长岛 我是在这个Quiz 但是Quiz呢 能接单呢 也OK 是吧 在比如说你放假的时候啊 不上课的时候啊 做一做单子 是吧 补贴一下家用 差不多一个礼拜呢 七八百块钱也能搞 也能搞定 但是问题是 现在呢 这个傻逼平台呢 我为什么现在都真的不想做这个 你知道吧 就傻逼平台有时候呢 现在的这个Quiz他不给单子了 不给单子了 我必须得跑到那个长老去才行 所以我觉得它滑不来了 是吧 我觉得滑不来了 哎呀 看看吧 看看那个什么 以后如果是放假呀 不上课的时候啊 咱们咱们要不要就早上 早上去长岛做那么一会儿 然后呢到下午咱们回来 咱继续啊 做另外一个活 是吧 这安排也行 对吧 这安排也行 哎呀 总之得做呀 不做也不行啊 我去年是什么时候开始做的 对我去年的时候 我去年的时候 我是 我想想 我去年的时候 我二月份是做全职的 我二月份三月份 四月份五月份 到六月份 我都是做全职的 对吧 我到了七八月份 我才开始做兼职的 兼职没让我做完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这也 我不确定啊 他晚上忙不忙 按照我去年做的经验来看的话 晚上是应该不忙的 不忙的话呢 有可能呢 他就会 有可能他就会 有可能他就会 看到我闲得没事 就把我给开了 哎 这也不是没可能 是吧 因为因为我知道 到七八点吧 人就特别少了 没什么人 但是也不好说 不好说 因为 因为这辆华人多 他比较长岛 那晚上七八点之后呢 都出来比较少了 对吧 但是这个华人区不一样 华人区 晚上九十点也一大堆人 所以这也不好说 哎呀 晚上先去干着吧 先干着谁再说吧 现在呢也是 有一段没顿的也难受 那差不多一个星期也就是四五百块钱 扣完税的话到时候也就是四百多块钱吧 是吧 一个里面四百多块钱 少吧 特别少啊 那可不能 我感觉人家怎么干两天都五六百的 咱们干六天才四百多钱 欺负人呢 哎呀 问题是人家 现在很多餐馆 很多地方只要年轻的 是吧 要他妈的三十 三十以下的 对不对 三四十以上的 基本上现在是 哎呀 苟艳人烦哪 没人要了 他这肩直是怎么个肩法 四百左右 好吧 先到这吧 我们看一下明天的生活又是怎么样了 哎 一年一年呢 拜拜